动手 哥 你去睡会儿 我守着他 我还有事要问他 你要问他 可以在椅子上等他吗 坐地上干什么呢 地上冷 冷了脑子里想的事情 就会变得少一点 那万一动坏了怎么办 你忘了 我是练烈火功的 在该做的事情 没有做完之前 我不会让自己 生病死掉的 不睡可以 把这寒食散给喝了 寒食散 宫里的补药方子 裂得很 喝了之后 得要寒衣寒食寒饮寒卧 才能解心头之火 我煮了不敢喝 拿你试试药性刚好 那 这可以解你的寒重吗 若是可以 当初你也不必求我 救你御师兄了 逗你的 这是佛乙汤 甜的 我怎么舍得拿你试药 来 喝 你起来了 你起来了 你还活着 你罪的时候 我用一百种方式可以杀死你 但我还是想听你说 我爹是不是你杀的 如果是我 你会杀了我吗 会 会怎样杀我 你怎样杀的我爹 你为何要杀我爹 难道就是因为他把庄主之位传给我吗 还是因为你相信了外面那些谎话连篇的事情 你信了英姨 你怀疑爹所以你才杀了他 无论理由是什么 我都会杀了你 杀了我吧 因为活着 比死了更痛苦 痛苦 你都报仇了你不是应该感到开心吗 动手 好 好 哥儿 答应我一个要求 说 将我的尸体埋在那个河堂 好 不要杀他 宁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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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宁玄你的手 把架绳带走 快 宁玄不能带走他们少爷 快走吧 让他杀了我 炼明镜若权下有之 绝不想看到你们两个自相残杀 你若心里面还有你这个恩师 就马上走 不要让他在九泉之间还不安心 快走 走 我 我可以带他走 我说我不想障害你 哥儿 张风 哥儿 张风 为什么让他走 为什么让他走 别哭 不要哭 听我说 两位 请尽快离开洛阳 再有下次 怕是连我师父 也救不了你们 谢谢友情先生 没有 我们这就离开 此生 都不会再踏足洛阳半步 嗯 冯少爷 我们走吧